伊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 日前在面子书上跑轰 丹吉兰丹对穿着不端庄的非穆斯林采取行动时 民主行动党通过支持他们的媒体去插手单州的事务 他强调伊党州政府有权力执行他的权力 要求穆斯林遮掩修体 以及禁止非穆斯林穿着不端庄 警方证实针对哈迪阿旺之前发表伊党有权力管束非穆斯林穿着的言论 展开调查工作 五级阿曼刑事调查部副总监拿都苏雷斯古马发文告指出 警方调查发现哈迪阿旺是在本月8号 在面子书上发表相关言论后 被新海峡时报处理成文章并谈灯 他说警方献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对案件进行调查 苏雷斯古马也呼吁民众 切勿上载或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以免引起社会恐慌 违法者将受到法律的对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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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